生有時 死有時 醫治有時 哭有時 笑有時 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 上醫醫未病之病 中醫醫肉病之病 下醫醫醫病之病 護理疾病最佳的方法 D100有 醫護同行 主持 註冊護士 盧婉儀 今天很榮幸 又請到溫妻 溫妻妻 我以為沒有了一個 就是溫妻妻 普通話就是這樣 溫妻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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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苦產科專科醫生 苦產科專科醫生 大家都知道 看女人的病 或者女人的生育 都會洩獵到 所以溫醫生問我 他說 你想我說什麼 我說 不如你會常見 一些病人 一些病人 又比較特別的病人 他就說了一個題目 但因為溫醫生 是第一次來我節目 所以我不會先說這個題目 我首先很好奇 其實我又不是有心偷看 剛才溫醫生 在那兒子吃東西的時候 就算一算 已經生了一個寶寶 好溫馨 一家四口 五口 現在的醫生生三個 又不是之前我們一個起兩個 很勇敢 和政府很合拍 政府現在是支持生育 最推廣自己的行業 對 應該有餵人奶 沒錯 真的很支持 在學術界中 我們要支持生育、餵奶 那些人奶真的很好 我都要解釋給溫醫生聽 為何我們要問背景 因為你做了媽媽 我們經常做節目 都會覺得 小時候一定會說 醫生、律師、會計師、密師 於是我不知道你那個年代 你那個年代應該都有 就是補習 希望培養出一個優材 但剛才溫醫生也問我 你這個節目做了幾年了 我說十幾年了 我可以告訴你溫醫生 我做了十幾年的醫生 通常都很謙虎 說我讀書不厲害 很多都是說自己讀書不厲害 不知為何進去了 然後我說不是的 你起碼頭幾年 都可以去 再問家人有沒有逼你 一定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而是自己本身喜歡讀書 還有讀到 試一下 其實你會看到 原來你要培養出一個小朋友 有這樣的成就 是不用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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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不來 問溫醫生 你的家庭背景 就是有沒有醫護人員 還有你當時讀書 因為女性 以我所知 都是一條路地上 不會說有些波折 我曾經不是那麼好 然後好法不是 我 問一下 那又真的 錯賴了 然後又說 幸好 沒有 一開始 好像說 沒有我家人 沒有做醫護人員 沒有做醫護人員 不是 被你讀書 糟了 應該大家都說 這句沒有 真的沒有 沒有 當然我很幸運 因為我媽媽本身是家妻 全職家庭主婦 我真的長大了 他才出來工作 所以小時候 可能有媽媽盤著 他真的會 總有少許讀書 但真的很幸運 沒有推動 可能是自己覺得 可能喜歡看書 讀書 那些又覺得很 是天性 不是 是真的 是真的 我覺得是真的 看書是很好看的 反而長大了 現在就少了看 那是小孩子 很累 看來看來看 可能是看書 就變成小孩子 以前真的看故事書 那你一出生 你有認知 你已經喜歡看 還是因為媽媽培養 你喜歡看書 你是家妻 她有陪我看書 之後可能是因為學校 他們有很多獎勵計劃 會鼓勵你看書 之後就說 看了幾本書 就會說你獎勵有什麼獎勵計劃 我從小就很喜歡 老師說這樣好 我喜歡聽老師說的 就會去看書 是不是很無聊 很典型的好學生 我想你媽媽很開心 這個女兒很好教 說什麼做什麼 有一點點鼓勵 有一點鼓勵 很開心 有沒有頑固的 我不聽媽媽說的 我是要先看電視 但我試過頑固 被媽媽扔 糟糕不能出街 媽媽扔筷子 扔筷子 你有什麼頑固的 我也很想 因為我很喜歡說話 有點頂嘴角色 那些 博什麼呢 媽媽說我做什麼 我想先做其他事 都是會做她想我做的事 但我會 可能有自己的主見 可能我想做了某些事 後來見到你媽媽有一點點脾氣 你會怎樣 我繼續沒有用我的看法 還是 好了 媽媽你辛苦 跟你吧 我想你越大就越會想 大一點就覺得媽媽說的 反而知道媽媽為何這麼惡罵我 其實我經常被媽媽罵 以前經常被媽媽罵 總有頑固的時候 都會被她頂 但是之後 等等 你有沒有兄弟姊妹 有有 我有個弟弟 那你弟弟是否要頂的 我弟弟 對 對 還是有點頑固 如果有弟弟 可能頂的姐姐更頂得厲害 我覺得很累 因為弟弟做錯的時候 通常都是 你為何不看著弟弟 你是姐姐 一起頑固 對 因為一起頑固 因為一起頑固 我們會 頑固也是媽媽說 可能未必跟著媽媽 不會跟著媽媽的說法 可能有一點自己的意見 或者自己頑固 我們試過自己很頑固 是玩火的 真的很頑固 我也玩過 不過我是頑固 你會覺得她們的形象 是不會有兒童的時候頑固 老實說 媽媽看到你玩火 很適合你 對 躲起來 自己玩火 扔回廁所 但就看到那個灰 然後發現 媽媽不是盲 都是這樣的小朋友 必經雞 也有試過頑固 然後讀書 你自己是否一個好性的人 所以會努力讀 除了喜歡讀書之外 事實是 說得對 用好性這個詞 我想是想做得好 想做得最好 當然不是一定考第一 其實我從來沒試過考第一 但都三甲以來 不是 5% 即是 即是 也不是 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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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跌出十 我認識的醫生 全部都是頭十 但我們以前 經常說 因為我們考醫科 都會覺得很緊張 很害怕 但我還記得 以前的教授 說一句 其實你害怕嗎 是一群你考試機器 我來說 我覺得 無可否認 我們習慣了去 很多訓練 去考試 以及會掌握到怎樣考試 或是越來越練習 我願意是練習 我想做醫生其中一個很重要 你願意是練習不熟 再練熟 不懂得再看過再讀過 我想我們做醫生也有少許元素 我訪問那些醫生通常會這樣說 即是說 在你的圈子裡 或中學時代 都是頭十名 又成績好 入到醫學院 不過也有點幸運 對 無論如何都要補句 都是補句 進去的時候 每個人仿然大悟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盡力而為就算 怎樣讀都練不贏 都不知道不用讀書還是什麼 怎可以記到那麼多 而是可以這麼好成績 船王 那些叫船王 你是不是看到這些人 你會說太開眼就行了 我盡本份就行了 都不用再練 沒有好性的心 覺得平安度過就可以了 我想每個醫方學生 做學生 都會有少許這樣的想法 反而我自己本身在讀Basic 頭兩年就更加這樣想 但當去到Clinical 我們從Year 3開始 就真的上Clinical 真的上Word 真的病人 真的病人 真的跟醫生去看診 感覺其實做一個醫生是怎樣 我自己的態度就有少許轉變了 我自己就有 就沒得氣了 我覺得將來我真的做過學生 我真的做醫生 不是對著一本書 我讀的東西就是這樣讀 不只是這樣去問 還有人命就在你手 我覺得他們做病人 他們真的信任我 將他交給我 我覺得我要取責責任 真的想幫他 當然我絕對不是無敵 但我會想盡量幫助他們 最適合他們的方法 幫助他們 那你畢業之後 即是說你要畢業後 就進醫院的時候 是否因為你女性 而選了苦產科 做你的專科 那時候我自己心腦歷程 選這科 是想了很多東西 對 心腦歷程 很遠 說了半夜 還沒說完 那時候是因為我 主要是在我當委員 做Houseman的時候 吸引我去參加這個 你是第一船 還是第一水 第一水 通常第一水 第二水 因為我第一水 那時候去QE做內科 那時候我們說 去了QE 說不可以的 內科 也不是走路 只是戰地 感受到內科的戰地 感覺 之後 但我本身做之前 我也是想做一些 關於手術的科 我已經是想的 你是不是喜歡快靚靚的東西 是 我喜歡用手 很多手作的東西 我覺得我的手 好像不是 有些人經常說 你做醫療 就是用腦多一點 做醫療 就用手 對 我又喜歡用手作的東西 和口 兩個人都用 不過手更加喜歡 那個感覺是 可能很直接了當 有成就的方法 還有你直接看到 結果 對 直接了當我幫他 他有什麼問題 我幫他拿走他 幫他修理好他 他不修理好他 那種感覺是很開心的 所以那時候 我只是想 去外科醫療 或者做婦產科 後來 因為第二歲 去Ong 然後覺得 原來Ong 是很好玩的 雖然很辛苦 很辛苦 一個寶寶出生 幾 不要說幾秒 幾分鐘內 你有一些事情 要立刻 讓他自然生產 還是要開刀 是你要立刻 立刻 做一個決定 因為我看到那群 很害怕 真的做不行 那個產婦又瘋 然後那個Midwife 你有沒有去過Midwife 我當然有 我告訴你 我一定不做 是不是 竟然是這樣 不是 喜悅的 寶寶出生 但我那種精神壓力 和緊張 我覺得都不是人 我在旁邊 姐姐生 學生 我說 努力 然後Midwife 不可能亂喊 那個力 什麼時候用 我們是要掌握的 又對 然後我說 不要了 不說話了 你想想 很緊張 很緊張 而且很兇 我叫你OB出來 你OB出來 你OB出來 真的很壞 我又覺得 不要這樣 別人用不了力 不行 整個環境很緊張 醫生會好一點 因為Midwife 是她未必會找你們 護士自己做完 我覺得不行 不行 我想 如果我的 我也不知道 你的生涯 繼續這樣 應該頂不住 不行 精神壓力很大 我承認是的 當時我當Houseman OG 也覺得很大壓力 但同一時間 我想成功感很好 很好 整個B在你面前 是 但是開心的 我想是 副產科是唯一一科 是有機會 你看過醫生 不是覺得自己很不舒服 很辛苦 唯一科你覺得 其實是很開心 是唯一一科 這個是我入 一個產前病房 應該是產後病房的一個經歷 你生了一個兒子 那些婦人 那些婦人 很痛 一天 你都給別人休息 不是的 那些護士 真是惡到非家 她不是病人 我們進入醫院 個個都是病人 產婦不是病人 你記住 她應該要掌握自己的節奏 她要掌握自己的節奏 她要落地 去準備餵自己的節奏 我聽到 那不是嗎 整間醫院 所有都是病人 除了 除了這個病房裡面 這個病房裡面 所有人都不是病人之外 整間醫院 所有病房都是病人 她又說得對 真的很喜悅 是開心的 雖然在最後我自己主力不是做產科 可以去副科 因為副科更多是關於手術的東西 所以我後來除了副產科 而且副產科 我覺得好玩的地方 就是很多東西我們很輕鬆自己 立刻照到 我們會自己照超聲波 我們又涉獵到那一瓣 有超聲波 我們會自己會照 做手術也是我們分 然後我們處理一些產科的病 可能她的媽媽有任神毒血症 任神糖尿 這些內科病 其實關於副科的時候 我們又要觸碰 我覺得副產科是很多 就是很多事情玩的 很多煩 但當然在同時是很多事情做 也很忙 你要涉獵你這麼多煩 那時候也是覺得 那時我専尼在面試跟我說 你真的想做OG嗎 因為我跟她說了很多事情玩 她說多事情玩 我想是成正比 而且你說話都很願意去溝通 是很重要的 你想想一個孕婦 或者是孕婦才有很多事情說 然後去到副產科 其實都會涉獵用藥 不只是手術 也有很多解釋 譬如我可能有腸或者有個孕婦 所以說準了 切完就切完 是 虎科不是 可能切完之後還有炸手尾要跟 這個也會成為大家要知道原來 虎產科其實好像內外驅悲 就是這樣 是的 我們看看我們開股 今集說什麼 我剛才說完就是 我真的見過一個例子 我看到的就是子宮下水 我們看看PowerPoint 醫生可以說了 今天主要想說和大家說的 因為本身我自己除了是 副產科醫生 也是主力在進修按秘療腐科 秘療腐科主要是看子宮下水 或者我們所謂的陰道下水 或者小便滲流的問題 這個題目很大 所以我主要是主力想說子宮下水 或者醫學名稱叫骨盆底器官脫水 好 看下一張 我們說回什麼叫脫水 或者什麼叫下水 其實這幅圖就是骨盆底裡 主要托三個器官 從前面開始說的是膀胱 就是裝小便的地方 中間就是子宮 就是之前托著BB 裝BB的地方 後面是腸 就是平時大便 洗手間的地方 當這三個器官 隨便一個器官 或者多於一個器官 鬆脫下來 當然女性來說 在哪個位置對下來 其實多數是在陰道 即是生小朋友的位置鬆下來 其實主要是為什麼 因為本身盆底肌肉 有很多條肌肉支持著那些器官 當她生完小朋友 或隨著年紀的增長鬆了 那些器官隨便鬆下來 她的問題可以是原發症 即是本身無端端有 或者是復發症 即是已經試過受過一次治療 然後又再翻發 好 看看下章 那些人會有什麼病徵呢 例如剛才說 有些例子 試過有人看到整個病 可能好像你說的 我看見自己的子宮 是的 我剛才跟溫醫生分享過 我說是 試過有一個不是笑話的 我很怕找我的人 或者醫生都會明白 很多病人自己斷症 我說子宮下水你都斷症 我看見自己的子宮走出來 我說不是吧 我心想 她說不如你拍照給我 你不介意 我當然不介意 你介不介意 一拍完 是很大的子宮走出來 很慘 其中一個主要的 更加影響 就是整個波波掉下來 或者整個雞蛋掉下來 甚至我們有時形容 一定會一直走路 好像釣著橙、西柚在下面 這就是其中一個病徵 就是一直走一直追 但當然我們要分辨 它掉了一塊東西出來 那塊東西是良性、惡性 其實主要是知道那塊東西 會縮得回頭 如果縮得回頭 會出、會入 那不是壞事 壞事不會走 所以有時候都是其中一個 我們以前 甚至教學生 我們說 你要問到症 知道那件事是良性、惡性 可能有病人跟你說 怎知道 如果是下垂 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好像地心吸力 你越走路多 你越站著 或者越咳 或者有些 用力滾走路 拿著重的 跌出來的感覺 越多 然後你睡覺 睡下 坐下 會縮進去 那些就叫下垂 病人也會知道 這就是下垂的感覺 因為真的越來重 它就墜多一點 走得多 又重 然後坐下 又好一點 醫生為什麼 其實就告訴你 因為鬆弛 縮進去 這就是其中一個病徵 又或者其他病徵 除了掉了夠力 就是一邊走一邊聚著 不舒服 又或者可能因為掉了夠力 流液下來 前面才說是膀胱 所以有機會影響膀胱的功能 壓住了 可能它無法治療 因為卡住了 又或者經常覺得急療 這些都是其中的病徵 其實可能是下垂 所以你應該經常覺得急療 壓住了 對 有的刺激是經常覺得急療 又或者可能它甚至有尿滲 因為你鬆弛了膀胱 可能鬆了尿道的時候 有時打嗤痴 也很容易會有滲療問題 或者不是子宮前面的水 或者膀胱 而是後面搶的時候 都可以導致一些病徵 例如可能它會覺得後面有跌下來 甚至可能影響排便 難一點去廁所 因為它每次推出來的時候 便便其實向上面走到陰道 都不是便便的位置 便便能安安安 便能安安安安 而這些都是有機會發生的 又或者可能性生活時很不舒服 也會 因為它鬆弛了東西 其實人家避免盡は自己的性生活不舒服 又或者可能經常流血 沒有精神流血 其實它提起的時候 他經常避免盡 肤子有時會流血 你們大家聽到之後 當然是想問原因 原因是甚麼呢?Hailey也有個問題 問那個原因會否令到這個精作會出現呢? 下一節拍回來講 醫人,下醫醫病 上醫,醫美病之病 中醫,醫肉病之病 下醫,醫耳病之病 護理疾病最佳的方法 D100有 醫護同行 主持,註冊護士,路遠2 好了,賣完關子後 就到Hailey問了 原因是Hailey竟然問了一個問題 我一定有這個問題 我們倆馬上說,為甚麼呢? 說完後,醫生說不會 後來聽完後,會的 Hailey說,是朋友事 子宮頸癌前病變 通常檢查的時候 要做手術去處理 切割了有問題的組織 是否跟剛剛說的子宮下水有沒有關係? 其實他未必有很直接的關連 因為做了電話切除手術後 子宮頸是短了 反而影響的就是 怕將來托嬰兒時 怕難一點托得穩陣 因為子宮頸 子宮是家屋仔 子宮頸就到門口 門口就是鎖緊 才會讓嬰兒在上面成長 到時候才打開它生出來 門口當被弄短了時 有時會鬆鬆 好像不夠承托力 對,托不住B 就怕B會掉出來 會托不穩陣 可能有機會怕 尤其是中癮期 托到三、四個月後 會托,怕它脫鬆開 打開托不穩陣 流血、小產 或者容易早些穿陽水等問題 反而和子宮下水 可能未必有直接關係 但為何會有機會子宮下水 是否因為生完後 鬆鬆了 周圍會短了 或是承托不夠 反而有些差距 就是如果他生小朋友 又做過子宮頸手術 切除過 可能胸頸會短了 反而反過來想 因為胸頸短了 如果要凸出來下水 反而會少了 因為它短一點 它沒有那麼長 子宮頸沒有那麼長 反而跌出來的部分 反而會少了 之後機會鬆脫下來 反而鬆脫 可能跟子宮頸 有些人是子宮頸特別長一點 反而會容易有鬆的感覺 反而反過來 因為距離出口遠一點 因為小肌短了 對,反而少了一點 凸出來的機會 反而少了 雖然托嬰嬌不穩陣 不過就容易有這個問題 明白 好,我們看看原因 正常一點的原因 好,看看PowerPoint 好,原因是想起 剛才說的 因為那三個器官 主要是靠印帶承托著它們 所以當印帶鬆了 或者肌肉受損 受傷的時候 就會發生這個問題 有什麼原因呢? 主要當然就是 你想想子宮和陰道 最重要的功用就是生嬰嬰 所以其實生嬰嬰的過程 為何我們經常說慢慢很偉大 原因是因為它們真的犧牲了身體 不是犧牲了身形 那麼簡單 不是犧牲了臉皮膚 什麼生荷爾蒙斑 或者沒有那麼漂亮 反而真的 那些盤底器官 都真的要托著它 整個月 然後還要生出來 那一刻 其實是對肌肉真的會受傷 因為荷爾蒙的原因 他們會將它弄鬆 會令人帶鬆一點 因為Prepare是生小朋友 所以會鬆一點 之後真的要賺個B出來 你想想個B頭 可能是10cm 比較小 要出個B出來 一個六七磅 甚至可能是八磅 有些媽媽生很大隻的BB 其實對那個產度 對那個陰道 對那個壓力 創傷性 所以其實我們說的 最主要原因是懷孕和生嬰兒 當然有些人生是更加 甚至可能有些生小朋友 是需要助產 可能不是順產那麼簡單 是需要一些儀器 例如吸出來 甚至可能要產鉗鉗出來 其實對那個傷害更加大 整個月產了 有些硬碎碎碎 當然醫生也有原因才會用這個方法 多數是為了幫個BB 救個BB 當然我又不是在推廣 一定要開刀生 只不過生的過程 受損的機會會比較大 這是主要的原因 會鬆弛下垂 另外 為何我們說三分一 生的媽媽 都有機會可能有這個問題 當然大部分都沒有 反過來這樣抱 三分二都沒事 也有些人的下垂的問題 我們試過見過最嚴重的 是懷孕已經下垂 懷孕到已經鬆下來 還未生 懷孕那一刻都已經鬆 或者有些是年紀再大才鬆 可能最常見 當然是會 尤其是收了經 賀爾蒙開始更加衰退 肌肉的support力更加弱了 更加容易鬆下來 我們大約一成的女士 可能差不多一生人 都需要做手術的機會 關於處理子宮下垂的機會都有 剛才說的 更年期或年紀大 開始鬆弛 另外的原因 是人們說比較半、比較肥 磅數除了影響心腦血管問題之外 其實對子宮下垂也有關係 對小便滲流也有關係 所以我經常跟媽媽說 其實減肥 甚至說餵人奶 其實餵人奶除了對寶寶好 對媽媽好之外 其實如果媽媽上手減綁 其實對這件事也有幫助 減低子宮下垂的機會 或者有些人經常咳嗽 長期咳嗽 例如吃煙的人 所以我經常叫人戒煙 因為你經常咳嗽 你經常咳嗽一咳嗽 其實是你撲下很多壓力在肚子裡 那就聚鬆你的器官 更加容易下垂的問題 又或者有些人的腸胃不好 經常便秘 因為你每天都要很大力去押忍 才撲到便便出來 其實你不像每天都生孩子 每天都要押忍 你的盆底器官又會鬆一點 所以改善大便習慣 又有匯博幫助 有些人長期要拿重物 我們也見過有些人做的工作 經常搬重物 所以也有機會增加下垂鬆弛的問題 又或者遺傳 沒有辦法 家人媽媽有 或者姐姐妹都有 可能很大機會都有 也有少少遺傳關係 當然另外剛才說的很複雜 那些名字就是免疫系統疾病 或者它本身的連接膚鬆弛 它本身的天生比較鬆 就會容易有鬆弛的問題 好 我們看下一張 哪裏會發生 發生其實都是跟著本身的器官 主要是我們分前中後 前面看到紅色的位置 就是裝小便的位置 即是膀胱 又或者中間的地方有可能鬆 即子宮鬆下來 又或者有些人子宮被人切了之後 因為其他醫學原因 子宮底的陰道頂頂 其實有機會再鬆下來 又或者後面的地方就是腸 也有機會鬆下來 很多時候女士都可能不止一個部位鬆弛 當然要處理的時候 其實要處理它有問題的地方 或者它最大病徵的地方 下一張 好 這幅圖其實我想展示 剛才所說的 子宮中間的下垂鬆下來 又或者第二幅圖就是說腸鬆下來 病徵上病人來說當然是難得分分 他們自己未必知道是哪個部位鬆 因為他們感覺一樣 都是覺得下面有東西聚著 聚著感 沒錯 聚著不舒服 如果小便問題影響多一些 多數是前面膀胱和子宮鬆 因為大一點都會壓下去 如果是多些大便問題 可能是很難大便 或者是柯親便便都不能柯 甚至有些病人很聰明 他們說要把手指放入裡面 按下陰道才可以柯 都有的 有些病人很厲害 很厲害 有些病人很厲害 醫生我要少少幫忙 他懂得自己按下 因為其實他柯便便時 不斷鬆在前面 他懂得把手指按下 才會幫他自己柯便便 那些就是後面的病人 但很煩 真的想像到你媽媽每天都要柯便便 每天都要做一件事 當然衛生是其中一個問題 有些關鍵是否害怕髒不乾淨 感染發炎 當然你有下水的問題 也有些有可能發炎的機會 下水也有不同程度和嚴重性 幸好四成都是輕微的病症 可能是第一期的下水 有些不舒服 但又不太影響生活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建議 做一些非入侵性的方法處理 例如做運動 剛才說一些生活上的調節 去減低病徵 希望從而也減低 越來越差的機會 下一張 這幅圖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現在說 下水也有分幾期 好像人家癌症一樣 不過我們有分1、2、3、4 又是1是比較淺層 4是最深的 剛才你說病人試過 跌了出來 這些就是四期的跌 整個反轉了 其實很可憐 我試過病人跟我說 覺得我變成一個男人 他覺得自己好像變成男士 其實是很不舒服的 二期和三期的 剛剛在中間窄界位 門口看到 對 三期就更差 但學術上我們都要分 原因是因為 在哪個期數 其實會影響我們用什麼方法 去幫他們治療 下一張 我們講治療方案 其實主要是說 非手術方法和手術方法 當然一開始 我本來建議先用非手術方法 即永遠沒有副作用的方法 包括生活上的調節 不要經常拿重物 甚至有些人經常蹲 蹲得很厲害 其實都會聚得很鬆 所以這些可能要避免 又或者他工作上 又要經常拿重物 蹲的時候 都教他用義氣幫忙 推車仔也好 什麼都好 當然是磅數上 要幫忙自己 減肥也會幫忙 或者長期用力的問題 儘量避免 或者他本身的大便習慣 真是一般的時候 儘量飲食方面 要幫助自己減少便秘方面 骨盆底練習 不知道你有否聽過 有 類似做Kegel exercise 其實都有幫助 忍大便的動作 或者忍大便忍小便的動作 其實是將下身肌肉收縮 練習它 強化肌肉 希望幫忙托實一點 我有疑問 現在外面坊間有些刺激陰部的疑心 是否有類似的原理 他們應該用類似磁力的感覺 當然他的肌肉這樣說 好像幫你做了幾千萬次的運動 如果自己本身不懂做 或者很難做 做不到 那些可能有些幫助 但當然我想他對於一些比較輕度的脫水 或者輕度的小便滲流 應該都有些幫助 甚至他有些研究 可能幫助一些 例如性生活的時候很痛很不舒服 都會幫助減少少這個問題 但我猜如果 因為始終是水運動那種 對於一些比較嚴重的下水 或者嚴重問題 我想他的成功率就不是特別高 但我想也可能會幫到一些 所以有問題記得找專業的醫生去判斷 就不要想著自己去處理 對的 我們看下一張 這些就是一些圖畫 我想說除了用運動 生活上的調節之外 我們也有些方法 不是手術 但有些小小的儀器 可以幫忙托著它 好像一幅圖那樣 有不同種類 我們有很多不同畫 有些可能只有一個圈 最常見我們常用的就是一個手壓 平時我和病人形容 就是好像你的手壓 不過是軟膠 就可以由一個圓形變成一個桌圓形 然後放入陰道裏面 就像隔離一幅畫 托著鬆弛的子宮、膀胱、陰道 這個成功率 其實如果一些比較淺層的成功率 也有七成 有些當然很嚴重的鬆弛 可能只有一半 可能行 可能不行 但用這個托的好處 始終它不是一個手術 它的風險也不算很高 只不過有機會不行 就是不成功 托不住 有機會跌下來 但好處就是避了手術 有機會不用做手術 如果用得舒服的話 其實它大概半年 或者有時三個月至半年 就換一次 風險上來說其實不算高 譬如有些人分泌物會多了 始終有個外來物 刺激到外來物 輕微機會流血、發炎等機會 除非你真的長期放在陰道不理會 我也試過病人放在太久 和肉吃了 吃了 因為她不看醫生 她不看醫生 她說沒有東西 挺舒服 沒有不痛 沒有流血、沒有分泌 沒有東西 然後放了幾年 愛愛物 對 我們試過見過 有些不太好聽 整個蛋糕變成巧克力蛋糕 其實是圍住所有東西 很髒 或者試過有些被肉吃了 我們要剪爛它 或者拆掉那些黏肉才弄出來 所以又不可以 那又會發炎 是的 有機會的 但它又好像沒有東西 所以它就不弄 對 直到有一刻覺得 好,看看醫生 或者突然覺得 上次醫生沒有說半年 我說是嗎?你肯定 然後來看我的時候 吃了一片 那就要做手術 對 做一些小手術 幫它拆出來 很可憐 但我現在看到有十多款 這類環有不同的形狀 是怎樣取決於選擇哪一個 我們多數用 剛才所說的就是圓圈 另外有些是看它想再實淨 我們就可能用一些會大舊 瓦炸一點 也取決的是 本身那個女士還有沒有性生活 這也是重點 因為本身陰道的主要功能 除了生小朋友之外 就是夫妻生活 所以如果那個東西比較大 其實也會影響了夫妻生活 有些如果還需要夫妻生活 我們就會用一些沒那麼牙齒的 好,看看阿詹 當然剛才說了 非手術方法 自然有些手術方法去幫忙 手術方法主要是如何修復問題 爭取我們用什麼方法 我們就在乎不同因素 例如他的年紀 他之前有沒有做過任何手術 他或者下垂的嚴重程度去到哪 或者本身去整體健康 因為本身有這個病的人 多數都不輕 年紀不輕 可能年紀不輕 就不止只是下垂 可能有糖尿血 高心臟病 有Killy Clark全身 不知道什麼病痛 這些就會影響我們的手術方案 幫他選哪個方法最好 主要來說 我們主要有兩種方法 就是January分開來說 一個就是重建手術 就是變成帥仔 另一個方法就是封起來 我們叫陰道 封起來就算了 我逐樣說 看下一張 我先說重建方法 重建方法 主要目標是把跌出來的地方 把高距 變成正常位置 有幾個方法去做 我們用陰道手術方法 我們也可以說 用最自然的孔孔做 因為它是無創傷口 因為肚子無縮 比起微創 我們有時俗稱 比微創更微創 因為肚子無縮 全部都是陰道方法 另一個方法 當然是肚子的微創 又或者是肚子用傳統開刀方法 或者有些地方 可能會流行機械人的方法 幫忙做一些手術 下一張 我們說重建手術修復 最常做的方法 就是講陰道子宮切除 因為想想 鬆弛下來的就是子宮 我們就把鬆下來的東西 拿走了 反正如果他不生小朋友 或者收了驚 你想順手做一個保護性質 減低他 將來容易檢查子宮頸 又怕子宮頸癌 又或者怕子宮生癌 反正他掉下來 他又不生小朋友 或者收了驚 就把他拿走了 或者有些人可能 下垂問題也好 或者子宮本身生的肌瘤 或者怕適慾的問題也流血 那不如拿走了 你就不用怕 將來還有這個問題 我們將他拿走了子宮之後 其實也會再骨盆底修補 其實是把鬆弛的地方 幫他收緊 這個好處方法 比起傳統的開刀手術 或者肚子手術 當然定發症相對上會少些 因為手術時間 那個預合時間會快些 巴痕也會少些 之後發炎機會相對上也會低些 康復活動會動得快些 有時做完這些手術的病人 可能都很厲害 第一天做完手術 第二天都可以下地 下床 相對上因為那個器官 如果下垂鬆脫下來 其實我們陰道手術 也容易做到 下一張 我們在說成功率 大約八成半都會完全康復 但當然不幸運 他們都有一成多可能會翻法 有些病人說 都切了子宮 為何還翻法 醫生沒有了 問題就是子宮沒有了 但還有陰道在鬆 陰道鬆下來 其實我們叫陰道咕嚕 那個咕嚕跌下來的時候 一樣有機會鬆弛下來 當然我們會用一些手術方法 幫他整整它 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0%不翻法 也沒有辦法 但相對上 也算是不幸運 翻法的時候 也可能本身一開始 脫術比較嚴重 就會容易將來翻法 下一張 這是其中一些 我們在說會做的 一些重建的手術 第一張圖 就是我們在說 把子宮拿走之後 陰道頂頂 都會調高到印帶 減低它 去翻法機會 旁邊的一張圖 都是一樣 都會調去不同地方的陰道 一些實正的印帶 在盆骨裡面 實正的印帶 希望減低下面的器官 再跌下來的機會 好 下一張 這也是用針部的方法 釣高釣實它 剛才的方法 主要是用陰道手術 已經做到 而這個方法 需要用肚子的方法 肚子也要下眉創傷口 才可以把下身鬆弛陰道 釣高到側邊的印帶 實正的肌肉 好 下一張 中間有一條白色的一塊 那塊是纖維網的組織 尤其是下垂程度比較嚴重的女士 我們擔心只有針線的方法 未必夠實正 可以頂住下垂問題 怕它維持不久 就會考慮用纖維網的方法 再托實正 因為纖維網是不會用的物質 它放在身體上 它會刺激一些化壓物 刺激一些 或是硬一點 希望硬一點 黏硬一點 讓下身的器官 沒有那麼容易鬆下來 好 當然 剛才說了這麼多 切子宮的手術 也有些人會想 子宮下垂 不代表切子宮 子宮下垂是糧性病 都是糧性病 它不是生病 它不是惡性 是一個很影響生活的病 你不處理它 不搞它很慘 但是你不切有沒有錯 其實 所以有些女士 就會考慮 我不想撤走子宮 又或者一些相對上 年輕一點的女士 但也有下垂問題 就考慮一些子宮保留 但又可以調高它的方法 這就是其中一些方法 主要是把子宮的目標 都調到實正的器官 無論是用陰道手術方法 還是微創手術方法 又或者是陰道手術 不過調到不同位置高度的方法 就是這樣做 或者到最後 剛才說除了重建的方法 就是陰道閉合術 即是封了陰道 這些就是一些 嚴重的脫水 以及她本身已經沒有性生活的需要 可能年紀很大 或者夫妻生活對她來說 已經沒有需要 那就封了她 這個好處就是相對上 她的手術時間會快 也傷到其他器官的機會 相對上低一點 但不好處就是 有時候做這個方法 可能是子宮沒有拿走 所以如果做完之後 可能如果她的子宮 或者擔心有問題 其實是比較難檢查的 所以可能就是 多數是年紀比較大 本身身體毛病比較多 手術時間我們不想那麼長 儘量想短些老人家 才會用這個方法 但成功率也很高 只有九成多 最後一章 這就是做完手術之後 封了之後的效果 其實陰道會小很多 短了很多 這幅打側身的圖 將所有器官都搬上去 好像掉下來 聽完之後 就會知道多些 原來子宮下水 不是嚴重也不太難醫 但這是手術 有些是非手術 其實有習慣性的 自己的健康習慣 其實可以改善 所以不要等太嚴重 發現有問題 尤其是急尿 你會感覺到一些問題 就看醫生 這集麻煩你溫醫生 談了很多 關於腐科的資訊 接下來大家有什麼想知道 就傳給我們聽 麻煩你溫醫生 謝謝 拜拜 預告 arian 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